你们是不是也总觉得大学生活费根本就不不用 明明点个外卖都在精打细算了 但结果不到月底钱贸就告急了 没钱了吧只能置之乌和父母开口要钱 还避免不了一顿唠叨 即便是要到了 还会被父母扣上不学习 开玩乐花钱的帽子 之后没钱啊再要钱 更是难上赞 所以刚刚毕业的学姐 今天就重返大学校园 帮你们子子息息给父母算一下 当代一名大学生一个月之长 他说到底要花多少钱 本期视频 务必调答应呢 在父母的陪同下反复观看 这还只是生存 零食总得吃点水果补充维生素吧 一个次是25块8 每一个月就是103 嘴馋的话都得吃点小零食吧 牛奶得喝吧 14岁钱都有长高的机会 就算200了 这还保不齐宿舍聚餐得去吧 社团聚餐得去吧 有人过生得去吧 这一个月一次出来的话 也得要200块钱啊 还没完还有用的 用水用电打电话都得缴费吧 一个月139 卫生巾和卫生纸是必须用的吧 一个月31.5 其宴是高木一路 两个月一买 那平均就是61.8 还有护衷品 防晓装总得用吧 一个月也是218 水用呢就选平价的 也要三个月一买吧 平均下来就是86块钱 日常出行啊 就全地铁公交 在半江塔 145块7 一个月四次吧 也得有个23块钱 有苦命的 连从宿舍去教学楼 都得扫小黄车 还得花钱 那还不止 那上了大学 尤其刚上大学 换句点买衣服吧 衣服买的咱买饰品吧 那平均四个月下的话 一个月就是120块钱 综合下来啊 这已经2199了 这还是一个月里啊 不伤病 不化妆 不理发 不美甲 不谈恋爱 红薛光阶 不儿子吻纱 不看电影 不追星的情况下 都是常开销 现在立刻马上 把这期视频 转发给你父母 我呢就帮你们到这了 拜拜